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 再将上下两脚向中间折 两边对齐中线 第二步 将上下两脚向中间折 两边对齐中线 第三步 将上边的脚打开 顺势向右折 压平 底边与中线保持平行 下面的脚也同样折法 第四步 将中间两个脚向上翻折 然后翻面 将右脚与左脚对折 接着再折个脚向右翻折 第五步 以中线为轴 上下两边背部对折 第六步 将左脚撑开 向中间下压 然后顺势向右折 形成小乌鸦的头部 第七步 将头部叠着一次 再调整下翅膀 最后画上眼睛 一只小乌鸦就折好了 一只小乌鸦就折好了 你知道吗 在乌鸦当中 这艘最高的叫熟日本乌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